亚运会中国南篮对菲律宾的比赛正在进行中,比赛第一节,大魔王周琪就已经提前迎来了爆发,今天一开场,菲律宾一度先把头筹,克拉克森送出助攻后自己还打些了炮头,他确实不愧是对手的绝对核心, 但我们也有周琪,菲律宾开局五分以后,周琪立刻予以还击,下一次进攻中,大魔王抵角接球直接顶着防守三分标中,立刻帮中国队指出了推势,不仅是进攻端,防守端的周琪才叫更狠,克拉克森一上来就是图挑战,大魔王在篮下的威慑力,结果周琪一个干干净净的大火锅让他明白, 马外克拉克森后,周琪已经彻底打开了,他回过头来又是一个三分标中,对方的内线根本就扩不出来,赛前就说过,大魔王会成为菲律宾无法解决的一个点, 双方打成九到九瓶后,周琪再送出血冒,正面四十五度角三分寒中,随着他在犯规得手,开局自己一人已经连了十一分,此时南篮全队才十四分,这就是周琪,在NBA锻炼一个赛季之后,他在亚洲简直是一打 谢谢大家